記不記得兩年前我在這裡 和大家介紹過大圍站的拍奧妝呢 當時看示範單位都要排六個小時 成為一時佳話 很快拍奧妝的第一期就已經收樓了 今集就會帶大家去看現樓和會所 看看他如何將莊園搬入會所 我們現在立即和你去看樓 Let's go 拍奧妝是新世界住宅系列的最新作品 由新世界和港鐵合作發展 位於港鐵的大圍站上蓋的大型住宅 為何為何賣樓花的時候 賣家不惜排隊六個小時都要看示範單位呢? 是因為大圍站是東鐵線和屯馬線的轉車站 即是一個站不用轉車就可以貫穿新界西、新界東、北上羅湖、南下港島 除了交通非常方便之外 再加上項目的基座有四層的商場 面積達65萬平方尺 接近150間的商鋪,生活配套齊全 所以當時就吸引了很多的准買家和投資者入非抽籤 我們由B出口出發轉右一路直走 去到前面的路口 左邊就是未來張牆出入口 本身打算由地鐵站B出口 和大家計時看看走到拍奧莊要多久 怎知說不夠幾句 右邊原來就已經到了拍奧莊 不用計時大家都知道拍奧莊有多方便 拍奧莊的住手戶型也有很多元化 由開放式至四房單位都有 項目一共分三期發展 3090個單位 最大的亮點就是擁有28萬呎的會所 即是多大? 銅鑼灣的崇光百貨Sogo面積大約36萬呎 而拍奧莊的會所有28萬呎的大 而且以莊園為主題 真是可說把整個農莊搬進去會所 會所名為Farm Bolivian 由五位著名的建築設計師合力打造 當中包括呂獲樹榮 來自挪威 連啟德的AIRSI都是由他們設計 還有來自日本、芬蘭和本地的團隊 攜手打造這個莊園的會所 而天制茶室T-House 亦是會所的其中一個部分 珠蝦便可以在此一邊慢慢品嘗茶藝 一邊靜靜地欣賞這個都市的莊園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天制茶室下面 有一條瀑布連接著全長50米的室外游泳池 帕奧莊並沒有金碧輝煌很華麗的裝修 但這種以白色為主調簡潔的裝修 反而令大家有種回歸大自然很舒服的感覺 帕奧莊的內緣最大的亮點就是回所的中央戶外空間 以日本傳統常見的稻田為設計概念 可以讓小朋友和家長一起體驗田園的生活 當中有梯田和魚米共生園 即是和大家聽過的魚菜共生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以一個自然方法去灌溉植物 可以讓小朋友認識大自然生態系統 住客也可以帶小朋友來到Farmhouse這裡 有沒有發現地上有兩條黑色的線呢? 這兩條其實原本屬於大圍站舊港鐵的路軌 為了設合大圍站上蓋項目的歷史 發展商刻意把舊路軌放在Farmhouse這裡 住客在這裡可以成為拍奧莊的地主 在這裡租一塊地 讓小朋友一站識 然後耕種、準備、烹調、上菜和用餐 體驗一下Farm to Table的生活體驗 從而可以教導小朋友 粒粒粒粒辛苦、得來不易、不要浪費食物 而這個Farmhouse其實是可以放置一張 一張全長30米的長型餐桌 如果不需要這麼大 其實都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逐個租用 而右手邊的窗戶其實都可以打開 變成一個半露天的空間 不想煮食還有一個親子活動 就是BBQ燒烤了 是以樹屋和北歐的風格為設計靈感 有六間的小屋可以給住客租用 帶朋友在宵夜吃的時候 就可以看著小朋友在草地上放電 這裡是梯級式的設計 相信日後每逢過時、過節都可以在草地上 舉辦一些屋苑的小型活動 而草地旁邊也有多個兒童戶外的遊樂設施 有這個大型蛇滑梯 武長問答環節 你們有沒有覺得 這個蛇滑梯的外形像一種什麼食物呢? 一個大型的會所 又怎可以少了些讓大人去玩的地方呢? 在大草地的嶺一邊 是成人的動態區 有戶外的健身器材 亦有室內的健身設施 有室內的羽毛球場 亦有室外的籃球場 室內還有個普拉提室 即是瑜伽室 有個室內25米的游泳池 以及一個室外的50米游泳池 因為我在柏奧裝的內園走一圈 感覺很舒服 原來因為每一座的住宅大樓之間的距離 都經過精心的計算 令到自然風能吹入內園 所以在內園裡走 都會感覺到微風輕輕吹的感覺 而項目更加引入了風力 太陽能發電裝置 以及一系列的智能設施 實現低碳生活 新世界亦自家研發了智慧家居裝置 來到住宅單位前面 已經看到第一個專利 這個三合一智能門鎖 Artist Lock 可以利用傳統的門匙或指紋 甚至是利用專屬的Apps 在手機內控制大門的開關 單位的設計就貫徹田園的風格 大門的位置就採用木條形的設計 而門後面更貼心地設有全新鏡 首先重點介紹這個 有多項專利發明的浴室 鏡櫃就有別於傳統的設計 以圓形的設計 並且設有圓形的燈帶 以及這個可以移動的放大鏡 鏡櫃由四塊鏡組成 全部都可以打開 裡面是收立的空間 左邊有個層架 下面有個喇叭 放部手機上去 除了可以播放你喜歡的音樂之外 同時也可以充電 一物兩用 真是非常適合喜歡在浴室唱歌的你 下面還設有一個紙巾架 這樣就可以空洗手盆桌面的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小機關 在刺紙架上隱藏了一個開關鍵 按一按 這個專為小朋友而設的隱藏式梯級就會彈出來 小朋友可以安全地站在小平台上 在上面都可以擦牙洗臉 而這個台階也可以一物兩用 下面是一些收納的空間 按著按鈕輕輕一踢 就可以把台階收回去了 另一個專利設計就是這個洗衣乾衣燙衣 三合一的浴室裝置 浴室沖完澡之後 那些髒衣可以怎樣呢 就是直接放進洗衣機裡洗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組合櫃頂部的 伸縮浪衫架 掛好洗過的衣服 然後打開浴室補的暖風 脆乾它 最後就可以拉出內置摺疊式的燙衣板 燙整齊的衣服 這個一站式的設計 除了方便之外 因為洗衣機放在浴室 所以同時間也騰空了廚房的收納空間 蒸盤下面這個位置 多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沙波眼餐 微煲焗爐也不需要受空間的限制放得太高 可以放在爐頭的下面 而這個廚房是其中一個專利發明的 最大的亮點就是這個廚房採用玻璃的長身 可以在玻璃的表面利用油性的筆去寫字 寫下你今天要吃什麼菜 證明的你不知道有沒有發現這個長身 和示範單位相比像小一樣的東西 沒錯 就是這一箱磁石配件 玻璃的長身裡 其實是附設了一個磁石板 可以把這個磁石配件 隨意放在玻璃的長身 廚房用品或iPad 如何放才最方便 大家開箱之後 便可以自由發揮了 現在的光線是下午大約2點多 陽光入屋夠光光 走出露台曬太陽前 看看這個專利設計 是可以360度旋轉 無論你是左腰還是右腰都可以非常方便使用 打開露台門之後 露台欄杆下面設有一個固定器 這樣就不怕露台門被強風吹到歪來歪斜了 上山門的話 只需要用腳趾弓輕輕踢一踢就可以了 帕奧莊用了很多細心的設計 真的要細心看才能看到他們設計的用心 帕奧莊已經陸續收樓 亦有租務成交 如果你對帕奧莊有興趣 就可以在資訊欄裡 看看WhatsApp連結聯絡我 下一集我們繼續去看另一個 準備收樓的燃樓項目 最後記得按LIKE訂閱和分享 追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van